- 大家好,歡迎收看財經及時通,我是錦 - 哈囉,各位全國官粉的大家早安,我是Lio - 好,新的一週新的氣象啊,本週預計要除息的還有鴻海跟中華店 - 沒錯,這禮拜三次中華就是鴻海 - 沒錯,那另外呢,還有友達跟聯電要召開他的法說會了 - 那本週台股的動向應該怎麼看比較好? - 好的,那繼上禮拜,禮拜五台積電利空出境大漲13塊之後 - 怎麼挑戰這個季線跟半年線成功之後呢 - 那接下來下半年的行情 - 那到底我們有沒有機會去持續往上做一個挑戰11000點 - 那就要看下半年的一個景氣的狀況 - 這也是大家都非常關注的 - 沒錯,在禮拜三的時候 - 這個台積電即將要公佈 - 對下半年景氣的一個預測 - 還有GDP的一個評估 - 那上半年預估是2.45 - 全年的預估是2.45 - 它是有上修 - 最主要是因為全球的一個景氣溫和復甦 - 那貿易是成長的 - 不過下半年就遇到一些變數 - 為什麼? - 因為川普打貿易戰嘛 - 所以中美貿易戰加一些地緣政治的關係 - 所以下半年可能會稍微有一些些坎坷 - 那禮拜五緊接著國發會 - 它也要公佈一個景氣預測的一個景氣就是信號燈 - 信號燈 - 已經看起來是連續幾個月 - 都呈現一個溫和復甦的一個綠燈 - 但是我們觀察的重點是在於 - 領先指標部分 - 因為還記不記得我們這個領先指標 - 看起來它是沿路是往下滑 - 已經連續6個月往下滑 - 所以領先指標還是一樣 - 是我們這個禮拜 - 關注的一個重點 - 重點中的重點 - 好 - 那我們來看一下 - 台股有沒有 - 上禮拜五就是因為收復季線 - 跟半年線 - 正式往上 - 接下來很快就準備要挑戰1萬1千點 - 就挑戰這個萬一嘛 - 整體來看是呈現一個大的區間相形 - 正大整體格局 - 到底有沒有機會挑戰萬一 - 那由誰來挑戰呢 - 來我們看一下 - 我們的三王 - 拳王已經幫助我們第一步了 - 已經幫助我們第一拳了 - 就是舔拳席 - 那挑戰期間半年線 - 第二個就是大立光的部分 - 接下來9月份蘋果發信機 - 三款信機都有喊3D人臉辨識 - 跟雙鏡頭的功能 - 所以基本上這個大立光 - 他挑戰波段新高嗎 - 持續往上走 - 後視看長 - 對 後視看長 - 所以有機會再挑戰前高 - 那接下來第三個代工王是誰 - 紅海 - 紅海禮拜三除全息2塊 - 如果這個能夠當天 - 立刻做一個停全息的話 - 當然 - 因為紅海他也是有賺全職 - 所以他有機會就帶動 - 台股去挑戰1萬1千點 - 關鍵就是在於禮拜三的一個紅海代工王 -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- 被動元件 - 如果要再挑戰1萬1 - 然後要再往上順勢再挑戰1萬2 - 怎麼辦 - 之前弱勢的被動元件 - 是不是應該就是跟上嗎 - 那我們看一下 - 被動元件他產業前景不變 - 那不是我們的問題 - 不是他真的在重打的問題 - 你看這個國外 - 中國最大的風華高 - 他還是呈現往上漲 - 就是下面中間這條 - 然後全球最大的春田製作所 - 他也是沿路往上走 - 他並沒有像國具 - 你看國具 - 因為國具漲的最多 - 這三支股票 - 是今年以來走勢圖 - 我們看到國具 - 他漲幅是最大的 - 所以他的修正也比較大 - 他往下跌 - 不是他的產業出問題 - 是因為籌碼面 - 因為外資在賣 - 融資在增加 - 不過他指紋的關鍵 - 也就是在這三點 - 外資法人 - 他由賣轉賣 - 再是融資慢慢退場 - 另外一個就是7月份營收公佈 - 我想7月份營收公佈之後 - 他業績還不錯 - 可是你現在就需要時間整理 - 整理到什麼時候 - 8月初 - 因為8月10號 - 你要公佈上個月的營收 - 所以等待營收一旦公佈 - 基本上就有機會做一個指紋反彈 - 大家不用太擔心 - 那本週的焦點個股方面 - 其實像禮拜五這個佳麟漲停 - 我們之前有提過 - 荷魯斯之言 - 它是深耕車用鏡頭 - 是國內第一家 - 深耕車用鏡頭 - 深耕程度是比較高的 - 因為近期在辦理私募 - 所以股價禮拜五出現強勢的漲停 - 另外一個族群 - 像這個電子子 - 因為近期有些無人商店 - 像7- 它不是有開些無人商店 - 無人商店 - 它只有人補貨 - 那你這個商品有標價 - 是 - 那個商品的標價 - 他們需要一個標籤 - 電子標籤 - 或者說現在很多賣場 - 它會需要使用很多標籤 - 因為以前就是用標籤紙 - 現在就使用電子標籤 - 標籤就好 - 所以未來電子標籤的用量 - 也會很大 - 所以元泰就有機會 - 那我們看一下大力光 - 大力光一樣 - 我們剛剛提過 - 雙鏡頭 九月蘋果新機 - 那另外一個升學元件 - 這個美綠 - 近期看起來出現一個W底 - 底部有機會起漲 - 那接下來下半年 - 還有一個很重要題材 - 5G相關 - 5G相關的話 - 像這個智邦 鎮文 - 然後智翼 兩智一文 - 有沒有 - 在7月初 - 這個法人大買 - 所以這三檔股票也是相當值得 - 做一個留意的動作 -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- 5G一直都在你觀察的 - 沒錯 - 5G我們一直持續觀察 - 因為2019會全力建設 - 好 - 國際股市方面 - 川普又亂開炮 - 對 - 中國他出口到美國的東西 - 總共也才5000多億 - 他說5000億的商品 - 我們要全部做一個課稅的動作 - 要額外課增一個高額關稅 - 所以導致禮拜五美國股市 - 它呈現一個震盪走低 - 但走低其實也沒有大跌 - 所以看起來 - 美國股市還算是一個指紋 - 但最主要原因是因為 - 美國這禮拜要幹嘛 - 反應超級財報週 - 來我們看一下 - 這禮拜真的是超級財報週 - 因為 - 重要的公司 - 目前大概公佈20%的公司 - 20%公司裡面有87.3% - 全部都是優於預期 - 但這禮拜的公司重中之重 - 為什麼 - 像阿發貝 - Google 公司 - 3M - 然後 AT&T - 得以像臉書 - Twitter - 然後麥當勞 亞馬遜 - 這些公司都是 - 最重量級最大的公司 - 包含像這個石油公司 - 埃克森 雪芙 - 美芙跟雪芙龍 - 這幾家都是很重要的一個大公司 - 好 - 那我們來看一下 - 原則上 - 這些公司其實應該是都會優於預期 - 會表現得不錯 - 那再來是的話 - 我們看臺灣部分 - 重點觀察 - 領先指標 - 禮拜五 - 這個是非常重要 - 那大盤區間震盪 - 那人氣指標就被動物件 - 要反彈 - 重量級公司 - 財寶週 - 看起來是OK - 看起來是OK - 那好 - 以上就提供給各位投資朋友做一個參考 - 謝謝 Leo - 更多最新消息 - 歡迎加入Leo的Liant - 財經即時通 - 下一次見 - 拜拜 - 再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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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